培养孩子热爱生命比成绩更重要 作者 福安谷观音格 中医界有句话 身体比大脑聪明 就是说 身体对人的影响 要超过大脑的作用 比如说 人的生老病死 这里面就是色身的作用 大脑多厉害 也阻挡不了这个过程 甚至晚上睡觉 白天干活 这也是不能颠倒 一颠倒身体就生病 所以 古人讲的 人只有天人合一 和大道相合 人要顺应自然规律 比如说小孩喜欢玩泥巴 他天性如此 他喜欢接触水 接触泥土 接触大地 这就是他天性 因为大地是他母亲 他能从大地那里得到营养 你看人吃的 动物吃的 都来自大地 皇帝内经说 人鼻识天的武器 嘴巴识地的五味 那地的五味是来自美里 来自泥土 中国传说中说女蛙造人 是用泥土造人 可以给我们启发 人是大地的一部分 再看中国 北方一般出帝王 南方一般出宰相 北方地理辽阔 泥土多 人多有大地的性格 就是豪放 那南方多水 南方人有水的性格 细腻婉约 大家去江这一代 多水 所以出才子家人比较多 不管创作的文学 音乐 绘画 都有水箱风格 天地对人的影响 是很大的 现在人教育孩子 走入一个误区 专门开发大脑的智商 却忽略了他天性的培养 人要接近大地 人是大地所生 一个经常和泥土接触的人 是很厚重 甚至很有智慧的人 诸位会奇怪 开智慧和接触泥土 有什么关系 智慧不关于文字 不关于大脑思维 其实一个人越接触自然 越靠近大地的人 他的品格越接近于道 还有句话 人者乐山 智者乐水 越和泥土接触的人 他信得比较足 山里的农民 他比较讲信用 直接表现 就是他脾胃很好 吃什么都能消化 以前有个富家小姐 生病了 奄奄一息 吃什么药都莫有用 后来来了个郎中 就在泥土肥沃的地方 挖开一个洞 把小姐放进去了 过了半天 他就苏醒 也有胃口想吃饭了 病人想要吃东西 就代表他还有救 过几天 他就很好了 现在要培养孩子 应该多让他去接触自然 接触泥土 不要怕脏 以后他会更加热爱生命 一个人热爱生命 他的人生就有原动力 如果天天只会用大脑 那不爱生命 哪怕他以后读书很厉害 但是他生命中就带着缺陷 人类天生对大地有热爱 我小时 发现睡在黄泥土 睡在稻田里 特别舒服 大地是人类的母亲 大家要去思考 生命和大脑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大脑思维越降 不代表他生命越灿烂 大脑是思维 是后天的造作 生命是天性 人要多开发天性的部分 那部分可以趁之为般若智慧 那这句话 也可以给修行人思考 修行不是用大脑的功夫 你要去体验 孝顺父母 其实是他生命比较健康 那如果不孝父母 那时他生命出现缺陷 而不是他大脑思维有问题 从小要给孩子培养一种人爱天地万物的精神 让他能连接到大地 连接到祖先 连接到父母 这个很关键 包括年轻人 他突然会觉得 自己生命出现虚无 好像活着很没劲 这就是他和大地 和母亲 和祖先的连接段了 那就去念地藏经 去拜祖先 或者去孝顺父母 http冒号斜杠斜杠blog.cna.com.cn斜杠S斜杠blog 下华线74C343100102vqr.html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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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